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 config UI animate anyone 根据谷歌动作动画 制作人物动画的工作流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在config UI里面去安装好这个插件 然后使用这一套工作流 这套工作流呢 是由这位大佬分享的一个工作流 那么在第一次使用这个工作流呢 会出现一些错误 我会把错误的处理方法呢 告诉大家 那么主要是 加载不了这些config UI 3D节点的这些错误 该怎么来解决 这个扩展的安装呢 你可以手动去安装 也可以在config UI的管理器里面呢 我们去找到这个节点 我们点击安装自定义节点 然后搜索一下animates anyone 就可以找到这个节点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点击安装 安装之后呢 重启config UI 然后呢 配置一下它的环境 如果你是手动安装的话 你需要手动去输入这个命令 去安装它的环境 如果是在config UI管理器里面去安装的话 如果你是最新的管理器 那么它会帮你自动去下载这些环境 如果你安装环境出错 或者是安装完成打开不了config UI的话 那么你需要去重新下载一个config UI 并安装一个新的config UI 安装好新的config UI之后呢 我们不要先对config UI的环境进行配置 我们要先对这个animates anyone这个插件的环境 先对它进行配置 配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对config UI的环境进行配置 但是在配置config UI环境的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注意了 你需要把它环境配置的这个文档里面的Touch和Touch Vision 这两个扩展呢 给它删掉 这两个呢 是不需要安装的 因为这个扩展插件里面呢 已经为你安装好了 这两个依赖包 如果你在config UI环境配置里面呢 重新安装了这两项依赖包的话 那么它会产生冲突 会出现很多问题 好 那么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 按照它下面说明的这些连接 我们去把它的模型给它下载下来 并给它放到相应的文件夹目录里面 下面这里面呢 显示的是它的目录数 大家需要将模型放对文件夹位置即可 下面呢 还需要下载两个模型 需要给它放对位置 放对文件夹就可以了 重启我们的config UI去加载工作流 好 那么现在我们加载工作流之后呢 会发现还是出现了这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呢 我们去管理器里面 去安装缺失节点 那么是找不到任何节点的 那这怎么来解决呢 其实呢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Animate Anyone 这个扩展 那么它还是不显示这些节点 我们可以点击这些红色的节点 鼠标点击右键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标题上方呢 写明了这是一个什么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呢 就是一个load pause getter的这个节点 那么我们搜索一下这个节点 我们搜索pause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节点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节点 其实呢 就是这个节点了 我们可以将这个节点呢 将红色这个节点给替换掉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将它的节点呢 连接到它应该连接的节点上方 将这个节点呢 为它删除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点什么 然后我们去搜索一下这个节点 还是搜索pause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节点了 我们将这个节点呢 给它连接上 这个就可以了 将这边的节点呢 连接到右边 就可以删除这个节点了 好 那么我们还需要将这个节点呢 连接到它上面 就使用这个方法 依次类推 我们把这些红色的节点呢 全部给它换掉 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在这个网址里呢 说明了 这个插件呢 使用最低要使用 RTX3080的显卡 那么我是3060的显卡 所以说生成的速度非常慢 而且最后一步的话 会出现错误 是因为我的显卡达不到要求 所以说使用这套工作流呢 最好要使用3080以上的显卡 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工作流 我会把这个工作流呢 分享在我的网盘里 大家可以去网盘里下载 那么我分享的工作流呢 是将这些错误的节点 已经进行更换的一个工作流 大家不需要更换了 我们需要在左下方 这里呢 我们去上传一个姿势 上传一个姿势图片 然后会按照这个姿势呢 然后为我们生成新的图像 我们在上方这个节点 我们需要上传一个视频素材 然后呢 我们需要指定 我们使用多少帧 这里呢 默认的使用的是总共12帧 然后它会来到中间的 这个节点组 然后为我们生成第一部视频 生成第一部视频呢 动画会非常扭曲和模糊 那么之后呢 它会来到最后的节点组 然后进行一个优化 优化之后的动画角色呢 它会对面部和人物的身体部位 还有流畅度 进行一个优化处理 那么会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好 那么由于我的显卡达不到要求 那我就无法给大家展示结果了 那么这个制作流程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如果觉得今天这个分享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也请帮助我的视频呢 增加一些动力 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坚持之后的视频输出 那么谢谢大家 忘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新安装一个抗VUI的话 我们解压完成之后呢 它的攀粉环境安装包 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官方呢 已经给我们带了一些依赖包 但是呢 我们想要更安全的 去安装那些扩展 中途的扩展 我们可以把这个 Pansom这个文件夹呢 全部给它删掉 然后我们自己呢 重新去构建一个新的Pansom虚拟环境 然后呢 再去安装 这些依赖环境 当然 这个Pansom虚拟环境呢 文件夹名字 你可以随便起 那么我自己创建的新的Pansom虚拟环境呢 起的这个文件夹名字 就是这个点 Venv 这里面的文件都是重新安装 进行构建的 这样的话 不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文件处建的新的Pansom虚拟环境的新的Pansom虚拟环境的新的Pansom虚拟环境